端午节临近四川成都金牛区的马鞍东路又热闹了起来 这条街平日里只是一些小吃店早餐店等 但是临近端午他们就会摇身一变化身为一家家粽子铺 而当地的市民也早已习惯了 提前来到这条街挑选一家人最喜爱的粽子品牌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条几百米长的街道上 有数十家以婆婆来命名的粽子店 婆婆和阿姨们在这儿献包献卖你追我赶 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四五点 路过这儿那个叫卖声和讨价声啊是不绝于耳 十分热闹 这边粥 这边巧 全肉 辣肉 这个搬的肉粽都是15块钱 一两张粽叶香叠卷成圆锥形 往里倒入糯米 猪肉或各种馅料 再用丝线麻利一绕 不过十来秒一颗精美的粽子 就从婆婆阿姨们的手中滚入了一旁的箩筐 记者从街头走到街尾逛了十几家摊位 各种口味的粽子是应有尽有 卖的最翘的是鲜肉粽 腊肉粽和白粽子 价格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差别 最便宜的是白粽子七八元一斤 肉粽子从15到30多元一斤的都有 个别摊位也推陈出新 比如海鲜粽卖到了30元一只 每天都在买 它们给我种口味都买了一点 混的熟的 有那个啥子豌豆 辣肉 然后还有啥子米枣 还有啥豆沙 肥味 还有啥玄肉 很多粽子 粽子一条街上是万物皆可包 这款人气颇高的七星莲珠大肉粽 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品种 主要靠吨位出圈 单个粽子就有三斤多粽 两三片五花肉馅料足足有一斤 七颗盐蛋黄的加入 让七星莲珠的美名远扬 一般买熟的 生的都拿走了 买的最好的 生意好 在粽子一条街上 生意好的婆婆 一天要包上近千斤糯米 端午临近 在外的游子 也纷纷通过网络下单 目前 梁婆婆家的线上订单 占到了总体销量的三成 比往年多出一成 端午节一过呢 这条街就会恢复原貌 三四十年来 这条街每年仅凭着这半个月的光景 就成为了成都人心中 传奇的粽子一条街 每到端午节 必须到这儿买了粽子 才更有节日的味道